其實台北市議會 一定要是比那個中南部 還是好多的 至少他還是了不起罵你 聽說外面是拿槍的人 聽說外面是拿槍的人 咱們台北市長柯文哲 常常講話跟肯拿鴨一樣 這次又失言了 聽說外面是拿槍的人 原來咱們市長柯文哲 周日在市議會參加論壇演講時 不小心說出不少人 不願意來政府當官的真相 兩個他都受不了 媒體跟議會 所以錢又少 又被媒體KK 又被議會KK 所以這個有時候環境慢慢 話風一轉才會說出 其實台北市議會 你要是比那個中南部 還是好多的 至少他還是是了不起罵你 聽說外面是拿槍的人 咱們市長說到很多公務員 受不了媒體的部分 在意 那個媒體你知道 你要是不曉得 你以前是幹過什麼壞事 你只要當官就知道 哪個選舉就更快 他自動幫你調查 主動是把他帶進去 不過市長你也常常給媒體 放出冷箭 當然我沒有那種笨跟你講 你只要裝作 謝謝啦 咱們市長即使在議會進行演講 也不忘對議會這樣說嘴 我說市議會真的很不公平 說藝人可以罵你 你不可以放他 我說你那是允許有自由隊 我一定比韓國人還厲害 你也是不行啊 我說要賺個給他罵 可是市長你還是有垂桌啊 不過說真的 市長自從那次垂桌後 態度改變很多 不過你自己罵的時候表情非常可愛 不是啦 那時候一輩在一切有位化 我還抱一下 送農心 海報道